好 第一夫人周美青跟着马总统出访哦 那么有一些表演的活动 结果呢 前新闻局长谢志伟却是批评 这看起来像是在耍猴戏 引起了蓝营的民意代表的抗议 谢志伟坚持不道歉的状况之下 有六位的蓝营议员暗铃控告谢志伟诽谋 我们要联系给记者颜冠德 好了 那么针对前新闻局长谢志伟表示呢 总统夫人周美青在国外的这个表演动作是耍猴戏 那么对整个外交是没有帮助的 那么这么一说呢 被国民党这个台北县议员陈明毅 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呢 是亲自跑到了电视台楼下杂机来抗议 那么这个话题似乎还没有结束 那么今天这个下午呢 国民党籍的台北县市议员呢 事实上一起来到了这个台北地监署 一起来暗铃控告谢志伟诽谤 我们一起来看稍稍对待访问 应该是一个大仲裁 他应该有教化社会的功能 民事如果纵容他的节目主持人 在媒体上面来蛊惑民心 邀言惑众 我们昨天的所有的状况都非常理性跟平和 我们不担心 谢志伟个人耍嘴皮式的言语暴力 我们担心害怕的是 这样的方式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对于女性的侮辱 尤其国家元首的夫人的侮辱 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表示声音的话 我想此风不可掌 我想要问问看NCC在广电法里面 是不是允许媒体可以这样子 谢志伟先生在节目上公开 内容大家也看到了 可是他不但没有道歉之外 变本加厉的说 他说总统夫人耍猴戏是侮辱了猴子 这样的言行举止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受到谴责 但是我们不愿意拉抬他们这种烂节目的收视率 我们现在开始决定我们要走司法的途径 对谢志伟控告 至于民事电视台 我们用其他的管道抵制他 我们不愿意拉抬那个烂节目的收视率 曾密表示 谢志伟不但公然诽谤了总统夫人周美清 那么事实上他的言论 事实上也交坏了整个台湾的一个小孩 因此他们在今天决定 不再用这个抗议的方式 那么决定寻求这个司法的途径 来还周美清总统夫人一个公道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台北地检署最新的一个情形 我们要现场欢迎光队主播 好我们谢谢冠得最新连线 之前新闻局长谢志伟说了 第一夫人周美清耍猴戏的整体事件的后续发展